第五看 美收集 《玩戶與其父母的父母胜汐祥》 《神明寧寧寧寶》 《街頭之防止 民眾禍制衆頭》 《與其父母胜汐祥》 《與其父母胜汐祥》 《伍當導師》 《福利洋國地方》 《關記者》 組會來探討真真正的臺灣民意 今天的主題是 台灣人對彼岸的態度 台灣人對彼岸的態度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彼岸 簡單說就是 丹水米前總統下任後所承諾到 所有的思法案件 我們為他的背景來講起 2008年後五日空 中華民國第十二次總統馬英九重任 同一天丹水米總統九點 露任後十點就讓特徵組繁桌出現 從那個時候開始 特徵組如影隨行緊迫頂人 鎖定第一家庭成員親姓幕僚政務官窮追猛打 為期長達半年之久 吳文中檢察官曾經公開講說 陳前總統應該槍斃了吧 另外一個女性檢察官岳芳如 嗆說 這個案子如果辦不出來 我們都應該下台一舉功了 八位特徵組檢察官曾經一字排開殺氣騰騰 新證好像已定 但案子才剛開始辦 罪證在哪裡都還不曉得 氣氛相當詭異 但水米前總統在2008年11月12日 那天再去給台北電風反應裁定收押 他在驚訝他的車的時候 高級上銬的雙手 大聲公道 司法拍攝的政治拍攝的台灣加油 直至非常激動 從那個時候開始 陳前總統失去自由 他被妖魔法 他的名聲整個掃地 變成中華民國第一位 露營之後的總統 官司殘身 並且坐牢 到今天的威脂已經八年半 陳前總統比特徵組 進班的大小案子 差不多超過十的以上 但是最有正義上的 國務基隆匪這個案子 因為一審二審法官 競改不一樣 有的打不去途行 也有打不去的 和這位置還沒有三審定宴 真正未打不去的是三個案子 龍潭構地案 二次經改案 陳敏勳買官案 但這三個案子 打斷的時候 他定宴的時候 他的定屬理由和事件 都穿完正義 外界疑問很多 可比說 最後反應兩次打斷 陳前總統有多時間 都選在台灣重要選舉前 一次是2010年五都選舉進行 一個多月的時候 另外一次是2010年 總統代算進行 其中一次剛好是馬英九 簡總統 當時的總統 他在請包括司法議長 副議長 政 五言的高層的官員 並請公開針對 兵案的心理的進度 表達 完全 每天也有報道 這都讓人覺得馬英九 現時有公然干預司法個案的嫌疑 除了這以外 你心理兵案上官司法案 驚的過程當中 也出現中度 換法官 檢察官教授偽證 罪告犯以致違判決 一定非常利益的狀況 兵案是不是一個冤案假案錯案 這是中國人說的 冤假錯案 這是無所台灣人心中的疑問 今天我不是要用 司法案件的這個角度 來講兵案 我認為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度 可以切結 就是台灣民意的角度來切結 司法當然法官在看 但是最重要 尤其民主的社會 甚至是一個威權的社會 人民怎麼看 社會怎麼看 這應該是更重要的事情 我們從這裡開始 下面的分析 是經過2015跟2016兩次全國性 民意調查的結果 這兩次調查是台灣 只有這兩次而已 這是我主持超人客觀工程 可以接受最嚴重的檢驗 第一個問題 是關系 旁邊是不是有得到公平公正的心盼 我們在問的時候是這樣問 我們的問題是在問說 在陳水扁前總統所簽設的司法案件審理過程中 有許多爭議 整體來講 您認為他有沒有獲得公平公正的審判 說沒有的45.9% 說有的37.8% 不知道 百分之16.4% 這是離空一六年 在離空一數年 我們也一樣有這個調查 一樣的題目 就是說 在陳水扁前總統所簽設的司法案件審理過程中 有很多經理 整體來說 你認為他是不是有得到公平公正的心盼 離空一數年 說沒有的人百分之四十一點三 說有的人只有百分之三十一點七 最差差不多十個百分點 不知道的人百分之二七點一 從離空一四到離空一六 我們看到其實民意對 單水扁前總統是不是有得到公平公正的心盼 這個事情是相當的一體 相當的一體 所以這是到今天為止 雖然是一個存在在台灣人心中的一個重要的問題 我們來看另外第二的問題 很多台灣人也在討論議論說 馬英九前總統是不是有涉及 是單水扁前總統的書法的這個心盼裡面 台灣人到底是怎麼看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在離空一六的調查裡面有問說 司法對扁案明顯的不當偵訊和審判 馬英九前總統脫離不了關係 就是有人這樣說 請問您同不同意 結果顯示出來 這個廟裡面說顯示的 百分之四十三的人認為馬英九總統跟扁案的審理脫離不了關係 但是不同意的也有百分之四十五點七 這顯示什麼的 顯示說台灣社會內部到今天為止 對於馬英九是否涉入扁案這件事情 正好是有兩派的看法 而且非常的接近 意思就是說 四十三的人對馬英九前總統 他相信他有涉入扁案的真信過程 所以這個是一個變成是一個公案 變成一個公案 一樣在離空一數年 我們也有做過類似的調查 他當時2014年同意的百分之三十八點八 不同意的百分之四十六點四 一樣是一個看法分歧 但是認為馬先生涉入扁案的人相當的可觀 那麼第三個問題 我們要問的就是說 陳水扁前總統在2008年5月20號卸任之後被限制出境 然後跟著就是減入司法的風暴 在這個過程當中 民進黨內也開始傳出跟阿扁切割的聲音 那根據2008年9月3號 中國時報記者蔡輝珍的報導 民進黨永遠的秘書長邱毅仁曾經對此表達不以為然 他是這樣講 他說民進黨的動作應該要等司法調查清楚 等這些事情過了再說 民進黨人此時跟扁要切割 要切割什麼 怎麼切割 是切割官司 還是切割過去八年的公公過過 徒義人是這樣表示 他表示說 民進黨人要切割官司是很無聊的事 阿扁有多就有多 無多就無多 都是阿扁一個人要去勝當的事 如果要把阿扁過去八年 這場所做所為都跟民進黨切掉 那是不可能的事 阿扁這場八年的公公過過 很多人也需要時間去沉澱 這是區議員全身的看法 台灣人到底是怎麼看民進黨到旁邊的切割 所以當時我們也是這樣問 同樣二空一龍年 這個問題我們問說 有人說過期八年 民進黨對當前總統的關心不足 台東小潔請問你怎麼有同意 結果現實出來是這樣 同意說民進黨對當前總統的關心不足 台東小潔的 差不多百分之四十四十的人 不同意百分之五十 不知道哪百分之十 跟民進黨中反這場之後 競連還有四十的人認為說 民進黨對當前總統的關心不足 這是一個很清楚的民意的質疑 我覺得這是在市政黨政府去注意的事情 那麼 立空一數年 其實我們也有做過類似的調查 一樣針對民進黨是不是對當前總統的關心不足 立空一數年 這個民意調查的結果 這個表非常清楚的點顯出來 百分之五十的人 百分之五十的人 同意說 民進黨對當前總統關心不足 不同意的百分之三十二點四 差別 將軍百分之十八 社會這樣歡迎 為他一定的意義 為了民進黨會讓台灣人 讓台灣社會有這種感覺 有這種社會的感覺 民進黨自己要好好檢討 除了前前三個問題以外 我們還有其他三個重點 來跟大家報告 第一個就是說 旁邊是不是一個政治破壞事件 台灣人到底怎麼看 台灣社會怎麼看 所以我們問這個問題 這個理空一六年的調查 這個問題是這樣問 就是有人認為 旁邊主頭自衛的經驗 就是一個政治破壞事件 請問你有同意嗎 這個問題當然非常重要 理空一六這個問題研究的結構 點現出來 同意的百分之三十五點四 沒有同意百分之五十六點五 不知道百分之八點四 這是一個 到底我們去審思考的一個問題 2004年 我們有問過一樣的問題 這個問題一模一模 就是有人認為 旁邊主頭自衛的經驗 就是一個政治破壞事件 請問你有同意嗎 當時同意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 沒有同意百分之四十八 不知道百分之十四點九 兩年兩次 一樣地步的調查 立場的結果 最差沒有 一樣 百分之三十七的人 或是百分之三十五的人 認為單水米前總統 他是受到政治破壞 各位 可能對百分之三十五這個 所需可能沒什麼感覺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 如果以全國的人口 二十歲以上的人口來換算 百分之三十五 第一是五百七十幾萬五百八十萬 這種人口的規模 這是不得了的事情 兩百的調查都顯示 社會有這麼多人 在這幾單水米前總統的 這個司法案件 是一個政治破壞的司法 這民進黨新政府 應該好好去面對 如果這個案件 九點大海 民進黨新政府 不要插 不要問 人民會去問 問什麼 人民會去問說 這樣台灣社會感 有可能有共同正義嗎 前總統 會受到這種 比慘的作用 讓我們一般老百姓 如果這個情形繼續下去 事法改革有什麼意義 這是我們大家要去思考的問題 所以經過頭前四個問題的討論 我們得到一些重要的發言 就是說今天的台灣 有四十六個台灣人 認為單水米前總統 沒有得到司法 公平公正的心法 四十三的人 同意說馬英九前總統 有干涉司法的行為 有三十五的人相信 民進黨是一個政治破壞事業 有四十的人認為 民進黨在過去這幾年 對單水米前總統的造努 關心不夠 太多消極 這樣一個無所不在的 這麼大的社會現象 跟社會關懷 民進黨政府 我們不需要好好的去面對 所以 尤其中我們說民意是重要 因為有時候思法法國有問題的時候 公道主宰人心 那麼我們政治部來去討論這個問題 在這個背景之下 有一些人開始在思考 要怎麼好好的妥善解決 這個賓言的問題 那麼 好好的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方法指引就是 指引就是由總統 行訴憲法 所給他的 專屬的立社 立社這個管理 以前李定輝總統也沒用過 台灣社會在過去這幾年 事實中對立社這個問題 除了政治學者 法律學者有一些閉門會議的討論 以外 社會也有一些人心的討論 但是不是針對 這個問題 並沒有真真真正 做很親切的討論 這個離空一數年 那時候 我覺得這個問題重要 所以 我有做一個全國性民意調查 離空一數年 那次的調查 我們問題是這樣問的 就是說 有學者主張 立社丹前總統 合情合理合法 是鐵底改割 兵案的 為他的做法 請問你有沒有同意嗎 有百分之四十五點四的人 贊成 或是說他同意說 立社丹前總統 是鐵底改割兵案的 為他的做法 沒有同意 有百分之四十二 不知道百分之十二點五 這一段 我們又問一個問題 非常重要的問題 非常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離空一數是 馬英九在之前 所以那時候我們問的問題 就變成說 馬英九總統 有人說 有人說馬英九總統 結果是怎樣 結果就是我們這個表索 顯示出來 百分之四十六贊成 百分之四十一 點一的人 沒有贊成 百分之十二點九 不知道 顯示這個問題在台灣社會 也是一個看法嚴重分歧 1974年8月9號 當時美國總統尼克森 因為水門案下台一個月之後 9月8號 繼任總統的福特 他就宣布特赦尼克森 引爆國內也是非常強烈的爭議 不過福特總統在一個多月之後 到參眾兩院到國會演說的時候 他提到一段話 非常值得國人 或是說全體台灣人 好好注意他講的這段話 他說我特赦尼克森的目的是要改變 美國目前舉國注目的焦點 我希望去做我所能做的事情 將我們對一位已經毀掉的 前總統的怨恨 轉移作為對一個上升中國家 迫切需要做的事情的追尋 我覺得這個意思是非常的深刻 而且非常的睿智 這個也正是此時此刻全體台灣人 包括蔡英文總統應該學習的智慧 特赦陳前總統 化解台灣社會長期的分裂與對立 終結仇恨政治 開創台灣歷史新局 在國勢如馬的今天 將舉國的注意力重新引導到 對一個極具弱化中的台灣 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上面 這是當務之急 也是絕大多數台灣人民 嚴正要求全力在握的朝野政治人物 特別是民進黨籍的蔡英文總統 必須要做的事情 因為那是掌權者的責任 也是義務 關於陳前總統的歷史功過問題 我們也做了研究和調查 有人說 無論如何丹水秘前總統對台灣公演大於過 請問您同不同意 百分之四十歲的人跟今天為止 又認為陳水秘前總統對台灣公演大於過 這是一個非常特地主義的現象 因為陳水秘前總統已經被謠謀法八九年 但台灣的社會沒有忘記在阿扁 對台灣曾經做過的事情 今天的台灣已經因為旁邊 變成是一個再度被撕裂的社會 要如何好好去面對這個問題 好好讓它有一個適當的改革 這是一個當政者必須要 嚴肅民主的事情 但陳水秘這位真正正的台灣人總統 很多人這樣認為 他所做的這些被撕裂的事情 都是因為思法撲開 政治撲開的所造成 這是很多台灣人所相信的事情 美國歷史上最受到人民尊敬的總統林肯 他把說過 一棟自我分裂的房子不可能屹立不搖 台灣能不能屹立不搖 台灣如果要屹立不搖 必須妥善解決扁案 扁案如果沒辦法適當解決 蔡英文總統講再多團結全國的話 也不過是癡人說夢 講轉型正義也只是選擇性的轉型正義而已 今天說到這裡 好禮拜 講一個時間 再會 或者是想說夢 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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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箱